我們開始了,首先歡迎大家,今晚秋空來到Demo Lecture 是CFA Level 1,Aim for今年11月的Diet 如果大家之前有做過資料搜集,都應該知道 由今年開始,考試的安排和過往是不同的 過往是一年兩次,考CFA Level 1 Level 2 和 Level 3 都是一年一次的機會 由今年開始就改了,特別是 Level 1 它就有四次的安排 四個Windows,一會看到2月、5月、8月 現在就11月了,去到11月那個 好,這裡有一點自我介紹,我是 Larry 在Clapton,就是 Lecturer 負責是 CFA Level 1,2 和 3 的課程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 CAIA 或者大家可能會有留意的 那個就是Focus在另類投資 過往都是在銀行那裏做 最主要都是在投資管理和私人銀行 希望可以用到相關的經驗 可以幫到大家去溫習 今天是 Agenda 看看 Financial Markets CFA Role 的角色 很多不同的CFA Candidates Members 全世界,在香港,在亞洲 現在在做什麼呢 如果真的想Qualify成為CFA 整條路的Path應該怎樣走呢 是怎樣的呢 我們都會大概做一個Overview 之後就會講一下 考試成功,有很多不同方法 自學也可以,來Clapton上課也可以 有什麼不同,適合哪些不同類型的學習方法 在Clapton上課有什麼工具 我們那個Approach 我們認為可以幫到學生 在學習方面可以更加有效率 我經常都很強調這件事 學習真的有很多方法 但是考試,你要學習得來 真的要有效率 因為大家都會上班 自己時間,空餘時間 但有其他東西都可能要兼顧 怎樣可以真的很有效率地去學習呢 這個是很重要 待會會有幾張相片 希望可以walkthrough 大家看看 Clapton,我們上課,特別是我 我上課的時候 大概是怎樣去highlight focus,在哪些位置 考試的時候要多注意 然後我會給我的同事 Christy 她負責行政 和有關課程的大大小小事務 我再交給她 講回Clapton 有不同類型的課程 CFA Level 1 有什麼不同呢 選擇的時候 可以怎樣去考慮呢 大概今天的流程就是這樣 但是 感覺到中間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疑問 可以隨時跟我們聊 好嗎 好 首先看看市場 其實我相信 大家來到這裡 今天 應該都是 多多少少應該有些認知 對CFA 這個Charta Financial Analyst 這個Qualification 這個Qualification 就是想當年 我考的時候 就很多年前了 那時候 其實最主要都是外資行的 那時候我也是在外資行的 那現在你看到 其實 你不單是外資 包括歐資 美資 這裡很多不同logo brands 他們入面 請人的時候 會提到 CFA差不多是一個 有些叫做 preference 有些說一定要 他怎樣寫都好 CFA是relevant的Qualification 還有 你看到 除了外資行 這裡 你看到中資行 中資行 現在你看到 其實在大陸裡面 外資和中資 越來越多 join ventures 合作 資產管理 這樣 全部都是 現在 CFA是供應的 變成一個 對僱主來說 也是一個比較容易 去鑑定 僱員的資歷架構 這裏也是 看一看 很多時候 之前提到 投資管理 經常提到 Fund Office 那些位置 Fund Office Fund Manor Portfolio Managers 很專注於這裏 以及Analyst 這裏 這裏 想強調一下 除了在一些 Fund House Fund Office 的確是 有些位置 都幾多 是很relevant 和CFA的exam qualification 是很有關係的 但除此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 不同工種 如果是說回 CFA的qualification 就是美國那邊 起源的 在那邊 的確是 相對上 CFA的members 做的工作 比較多 是購買的 在那邊 比較多 是購買的 尤其是 那邊的 投資管理公司 大公司有 大企業有 小企業有 一些boutique firm 也有 變成 很多不同的 positions 可以有 但是 如果你問我 來到亞洲 來到亞洲 就是buy side sell side Corp others 全部都有 即是我們見到的 CFA的membership 在亞洲區 是更加散的 diverse 也不用看太遠 其實我教很多班 來這裡的學生 也不單止 buy side front office 所有的 sale side 的 有些是 沒有入行的 有些是 做 banking 也有 accounting 也有 有些是 做其他類型的 sales and marketing 都有 在亞洲區的地方是很省的,Buy side,Sell side,全部都是 這些例子是個別的,個別的Job的Ads 我就不整個檔案,但是這個Point就是 現在就看回我們的class,那個mixtures,是很大,很寬闊的 由後台去到前台,所以Level 1 也是一個特點 稍後我會看到,裡面的curriculum,包括不同的科目 其實是很寬的,其實是很寬的 亦是想到進來,有三步的,Level 1,2,3 在Level 1 盡量把很多不同,很寬,很diverse,背景不同的人 全部要先認識這些題目 所以在Level 1,我們再升上Level 2 大家就有一個Level playing feel,公平一點 在Level 1 的確有點不公平,老實說 待會看,如果你是讀過相關的題目的話 你可能有一點點好處,省了一點時間 Candidate Profile 也是印證我還有想說的東西 現在考生,這些全部都是Candidates 全球,不是美國的,是Global 當然,這個 就是入行,做一些相關的analyst 的工作 但你佔了全部Candidate 13% 所以如果大家不是在做投資管理,不是投資分析那些 其實是沒有什麼所謂的 因為大部份的考生都不是在做那樣東西的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consultants 或者是銀行做 credit analyst 這些工作都有的 好,看看CFA,怎樣才能取得到CFA的qualifications CFA成立到現在,半個世紀 現在大概有18萬個members,接近 三個學校 三個學校 即是三個學校 有很多不同的項目 有很多不同的項目都放進去 如果你看看過往的Level 2、Level 3 這樣可能每隔一兩年 那些 changes 會比較多些 那麽以後呢 如果大家去到Level 1、Level 2、Level 3 就會用回Level 1、Level 2的東西 我們開始說,著重你怎樣做一個 judgment Decision making 已經學了所有的東西 其實1、2 去到3當然有些新的學 但是怎樣去做一個 judgment出來 整個program的idea 就是經過了Level 1、2 去到Level 3 真的可以幫到client 做到一些recommendations 適合的給他們 進去這個program 進去的CFA program 其實都很簡單 你看到這裏 Bachelor的Degree 或者你未取得Degree 即是大學未畢業的Final Year 都可以 但是當然它有一個 Torning conditions 總之你是要多久 多久 多久 多多時間之內 你就要畢業 來考這個Level 1 這樣 又或者有四年的 Professional Work的經驗 他沒有說明 一定是做完投資的 所以說他進去這個CFA program 他相對上是比較 一般的普通 不會難度你們的 應該就是 整個program就是 你入就難 不,所以你入就容易 去考 你報名 然後交費用就可以了 但是 入到去 出回來 Qualify 才是難的 你Qualify 就是 Past 3個 Levels 現在就比較多些機會 剛才講過 因為他考試的安排 現在是變得多 每一年有多 Level 1 就四次 Level 2 和3 就有兩次 相對以前是比較多的 以前最快最快 你都要三年時間 1 2 3 這樣上去 每一次 你一踢過 三年之後 你就可以Qualify 現在 理論上 就可以快些 理論上 因為你 你考的 Windows 是比較多的 那 是不是可以快些 多 就是 不用三年可以得到 Qualification 那 我都 我自己就覺得不是 他多些 機會給大家 去報考 只不過是 就著大家不同 自己那個 Schedule上 安排 不用 硬是說 每年五月才可以 你考Level 2 或者Level 3 這樣 現在有多 一個Windows 讓大家 安排自己的時間 方便一些 但是 你還是要讀這麼多 你還是要做這麼多準備 所以 現在是多些 選擇的時間 但不會因為這樣 可以快些 拿到 Qualification 這樣 你考完 考完之後 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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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是 有些考生 也都問 這些工作經驗 是什麼才是 relevant 我現在又不是在 那些 Fund house 裏做 這樣行不行 基本上 原則就是 你要提供一些經驗 這些工作經驗 就是跟一些 投資決策有關係 你不一定要做 投資決策的人 你當然不是 那些 Fundman 但是 投資決策過程 又是說 Level 1 和Level 2 課程 你需要很多 資訊 需要很多 資訊 很多不同的分析 到最後 怎樣去做 投資出來 整個過程裏面 看你的工作 在哪個 地方有關係 的 你不是做投資的 但是譬如說 你可能做一些 房地產 一些房地產 可能要 某年某日 做回一個 Valuation 這樣 這些 我相信 絕對是 relevant 當然 做完Value 可以給Fundman 或者有關人士 看 但是這個 process 是其中一部份 好了 工作經驗之外 找兩個 sponsor Reverry 他們是了解到 你的工作經驗 可以幫你寫多兩句 加起來 就可以做一個 application 這個就是流程 少少做一個 comparison Level 1 我們現在的focus 這裏 很多時候 我都說 很多不同的 topic 都放進去 很多不同的 topic 都放進去 未必是很technical 但是 因為太多東西 Volume是很厲害的 Volume是很厲害的 其實每一個level 都有些東西叫做LOS LOS Learning Outcome Statement 就是希望你過這個level 你要懂得多少 東西 Level 1 是最多的 有五百多樣的 每一樣 你可能看下去 都不太深 可以的 但問題 它 有很多 又是 很多 你怎樣可以很efficient 很有效率 就是 focus 這麽多的 LOS 這個 是一個挑戰 這樣 過完 Level 1 就去Level 2 Level 2 就開始 說少少 如何運用這些 基本的 knowledge 去做些事情 再去Level 3 Level 3 就把不同 topic 不同課程的東西 就是integrate 或者叫做synthesize Synthesize 即是融匯貫通 然後拿出來 去做一個proposals 去proposal solutions 這個就是Level 1 2 LOS 其實相對上 Level 2 和Level 3 是沒有五百多個 好像大概都是四百多個 Level 1 是最多的 所以說 為何Level 1 是最多 這個要小心一點 好 在 topic 方面 Topic 在Level 1 來說 就是這裏第一行 我剛才說過 它是有很多不同 topic Topic 其實Level 1 2 3 都是多的 但只不過特點 在Level 1 這些 就比較是傳統的 subject 是嗎 你可能是大家在大學的時候 都有做過 做過 做過 Qualitative Methods 很多時候都是statistics 很多statistics probability 那類型的topics Economics Economics 就有很多東西 你包了micro 又包了macro 跟著說 國際性 Global Investing 所牽涉到的 譬如說 Exchange Rate 那些 全部放在它 一個topics Economics 跟著 FRA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Analysis 基本上 就是accounting 來的 accounting 也是 除了要 整個 Financial Statements 裡面 它又不用學 我不知道大家 是不是accounting 有什麼accounting background 但是 我們這裡 就變成了跳級 不會說debit credit 一想就做 資金表達 當然 它也不是考 大家會不會做 資金表達 但是 大家要知道 資金表達 它的做法 是怎樣 跟著 就用回裡面的數 來做analyse 很多的 有些 Ratio的 analyse 這個 就叫做FRA 再下 Corporate Finance 這個 真的很似乎 大家在魚裏讀哪科 未必是這麼多科 都有cover Corporate Finance 比如說 Cost of Capital Budgeting 一些 Financial Management 公司的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之類的 會放在 Corporate Finance 我揭露了這幾個 就是因為 這些是有機會 大家在EU 讀過的 不是說全部 cover了 但是有機會有overlap 如果大家之前有 讀過 有cover過 這裡就有一點點 好處 看你的overlap 有幾多 程度 其實 你看看 percentage percentage 就是這個 weighting weighting 大概 大概 這裡 三分二、三分一 這樣的比例 上高 就是三分二 下低就是三分一 上高的 就是這些 傳統的科目 來的 剪了三分二 其實是不少的 是嗎 譬如說 如果你是讀過 accounting 其實真的有幫助 那裡會剪了 13至17% 當然 你要熟習 問題的 format 形式 下面 就叫做 asset valuation 這裏相對上 比重 是高的 三分一 左右 但是 都難 為什麼呢 特別是 fixed income 那裏 我過往的學生 fixed income 可能之前 看fixed income的機會不多 特別是看香港 其實大部分都在說股票 很多時候都會 小心一點 fixed income 這個topic 在level 1 都是相對上 覺得是難一點的 跟著 還有derivatives 這兩個topic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對沖基金 私募投資 那些就是 另類投資 但是 我反而覺得 這個都是拿分的地方 AI 因為他不是很technical 他很多時候都會變得很factual 很factual 要知道 要知道他們是什麼 到最後 去到portfolio management 理解一下 什麼是投資組合 投資組合 用來做什麼 為何要做portfolio 為何我不炒 炒股票 炒來炒去不太好 為何要做投資組合 我們要高呼所有的topics 在level 1 ok 有一個要看一題 就是 上課這個 這個都要自己看 花點時間去看 ethics 和professional standards 我們的操守 作為一個投資的專業 商業人員 這個不是法律來的 不是法律 但是 CFA的institute 底下都很重視 很重視 譬如說 我們對客 對雇主 在市場上高 我們做買賣 或者 消息的處理 各樣東西 我們要遵守標準 不是這裏 又要花點時間 這個就是level 1的curriculum 剛才都說過 今年是比較特別的 今年4個Windows 這個很例外的 這個只是for 2021 明年不是這樣的 明年就像我剛才說的 回到去 level 1是四次 level 2和3是每樣兩次的 現在我們應該是aim for這裏 現在已經是5月底了 5月底 如果study for 11月考試差不多 你都要放大概 三四個月的時間 至少 這個就是2022年 2022年 如果是11月plus的 明年就8月考 level 2 就是這樣 兩次機會 其實更好 如果過往來講 你今年年底考 明年就5月 5、6月就要考level 2 現在還多了兩個月 給你考 準備 我覺得 不錯 這個時間不錯 這個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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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剛才說的 如果你take level 1 在November 今年年底 level 2 就2022年8月 再pass 他說最快 跟著那年 在May 就可以take level 3 這個理論上是可以的 實際上 大家都要忍著 不要太rush 但是詳情 到時候大家再慢慢討論 考試 考試形式 multiple choice mc 全部都mc 所以 有時候有些撞 撞不扣分 千萬不要漏空 分開兩個session 每個session 兩個小時 15分鐘 又是 好過以前的 以前三個小時 現在就短些時間 都是那句 不要以為容易 都是一樣難的 90條 題目 每個session 我們預計了分半小時 一條 時間方面 time management 也是一樣要注意的 亦都不少 學生 回來講 就是不夠時間做 不夠時間做 自己小心 time management pass rate 一般都不過一半 41 42 上年好些 很難說 這些 不過一般都是大概42 一般是會比較低的 因為有不同各種類型的考生 進來試試 有些可能都未盡全力 所以你看到有些是比較低的 passing rate 剛才提過 我們現在說回Level 1 小心點 這個LOS Learning Outcome Statement 有五百多個 如果看回他 待會大家有時間 都可以出來看一看 這份 就是CFA Institute 官方的 官方的 那本教科書 我自己覺得他的資訊性是很好 有興趣 想知道多些 我覺得很好 我自己看都 有空都拿來看 但是 小心點 就是time management 怎樣可以 manage到 即是十一月考試 現在五月底 你怎樣去讀 怎樣去讀 怎樣去分配自己的時間 去應付這三千多頁 裏面有五百三十個 LOS 這裏有沒有說呢 我這裏就是說Clapplin做什麼 之前也是有些 survey 問過一些成功的考生 你究竟讀了多久 考 一般來說 它說minimum是三百個小時 三百個小時 三百個小時 每個考生不一樣 不過大家可以當作一個reference 你遇到三百個小時 至少要近面三百個小時去讀 三千幾頁 不要想著讀完這三千幾頁 再去考試 又是怎樣去交換時間 因為我們去準備考試 不是單單去讀 你讀完之後 你如果一看完之後 你又懂了 又明白了 那就考試了 但其實還不可以 因為你要做些practice 你要知道大概怎樣去問 你要看三百幾個小時 有多少是for reading 有多少是for revision 這樣 這裡我們都是這樣 structure 上課 我們叫做phase 1 這裡 這裡是for core learning education education for core learning phase 2 就是for 溫習 少許溫習 就多些做題目 最後一個mark exam 全程就是這樣 phase 1 大概兩個月左右 兩個月左右 一堂大概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大概二十堂 大概六十個小時 六十個小時 即是不會說 所有東西我們都go through 根本不可能 那五百多個LOS 有些都會留給大家自己去摸索 但是我們會盡量去block through 重要的 重要的 應該一定要知道 還有中間 有一些叫做online progress test 大家要 不要過完兩個月之後 才回頭看看哪裏有些什麼不懂 Level 1 有六個progress test 中間 in between 可能過了兩三個禮拜 一個test出來 兩三個禮拜一個test出來 大家看看自己的progress 是否跟得到 這裏我們就會用回我們這裏 桌頭的那些 就不是官方的 教科書 用回我們自己的materials 即是比較精簡些 那些就 好了 接著就去到 phase 2 少許溫習 多些做題目 因為你懂 concept 不代表你一定可以pass 就一定要粗 那些題目 大概又過多個多月 那這裏大概有三十多個小時 放進去 那到後來 再take mock exams 兩個session Session 1 & 2 每個session 是兩個小時 15分鐘 加起來就四個半小時 試一次 做一個mock 模擬的考試 那這個應該是十月份的了 那希望呢 就在這三四個月裏面 通過這個一二三三期的準備 去到十月份 應該都差不多 知道自己是否可以了 那時候 希望可以了 如果不可以 覺得還有什麼弱的 Mock exams 做完之後 你應該知道自己有什麼 要再加強一下 希望到時候做了兩個星期 最後衝線 所以整個安排大概是這樣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接著這幾張照片 亦都展示給大家看 即是在Phase 1的時候 我們說的Education的時候 大概會是怎樣的 上課的時候 這裏都有的 一會兒大家有時間出來看看 成哥 那麽多東西 怎麽樣看呢 這個只是說是官方的 CFA Institutes 是自己製作的 三千幾百元 那麽跟著呢 這個呢 就是Clapplin-Sweiser 即是我們 Based on 官方那份 textbook Curriculum 製作出來 我們叫做Sweiser Nox Sweiser Nox Sweiser Nox 就將它裏面 某個程度上 是濃縮了的 我剛才說的 資訊性很強的裏面 很多的資料 Data 這裏是簡化的 但是我們覺得 如果是考試 不需要看那麽多的 Data 我們是Based on 這裏 但是 我都強調了 看完這個 你覺得好像 咦 都未是很 通 想真的再看多一點 打好底 才回頭看回這本 變成比較有 strategic的去看 不是整本看完 好了 這個就是Nox Based on 這個 Nox 我們就會做了 slides 這些 slides 就會用來上課 所以我們不會拿著這本 Nox 逐版逐版說 所以是Based on Slides slides 就像這裏這樣 這個 Topic 他 是跟CFA 裡面的 Learning Outcome Statement 哪裏有關係的 很多時候都是In bullet points 寫出來 最好呢 當然要看完那些 Notes 才上課 上課 就算 上課的時候未看 我都希望 學生可以回家 抽時間看那些Notes 不要只看這個slides 只看那些slides 老實說是不夠的 只看那些slides 是不夠的 除非你之前全部都學過了 我們上課說 譬如說這個 這個是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這些都是屬於economics economics 那個topic economics 的topic 我們要知道 究竟考試的時候 這些topic 我們要知道些什麽 這些command words 我們要知道 describe describe 知道它是什麽 基本上就是這樣 有些字 比較深一點 就是explain explain 要求你的understanding 再深一點 就視乎情況 譬如說回到這裏 manitary policies 貨幣政策 誰推行貨幣政策的呢 近這幾年 越來越多媒體都會說 Central Bank 不同的央行 有什麽不同的貨幣政策推進 是為了什麽 所以我們要描述不同的目標 所以我們要描述不同的目標 我們要描述不同的目標 這裡就說很多時候 很多Central Bank 它的目標都是Price Stability 希望物價平穩的 但除此之外 它還有其他事情 還有其他事情 當然不同國家 譬如說日本 日本很久之前 都不是Price Stability 它想高高的Price 即是它不夠Inflation 所以怕通縮 但是 考試的時候 問題 它這些describe 的LOS 它都會 加插一些其他項目 這裡很清楚 大家看 它會明白 央行 希望可以做到物價平穩 幫助全民就業 Full Employment 或者推動Economical Growth 這些都會 但不是每個國家都會 但問題出來的時候 我會問你 這裏有什麽多不同的目標 誰是 最可能 Central Bank 會接受的呢 很多時候 會用到這些字眼 要是most likely 最有可能 要是 least likely most likely 這裏其實 個個都是objective 但我們知道 哪個是most likely most likely 這裏 當然放在上課 那個是most likely 下底的都是 亦都是 亦都是 亦都會有些description給大家 如果我作出一些問題 我説 中央銀行 現在做一些事情 希望 將當地的匯率 可能跟著美國的匯率走 保持一個相對平穩的水平 屬於哪類型的objective 這些就變成 exchange rate targeting 變成 這些 其實都是很factual的 很definition type of questions 明白它是什麽 然後知道哪個重要些 哪個沒有那麼重要 甚至乎有些是直接不對的 譬如說 央行會不會參與各個國家的taxation 是不會的 因為tax不是monetary policies 或者央行會不會 objective是買債的呢 現在很多的叫QE 量化寬鬆 那這個是不是央行的objective呢 這個不是 買債 QE是它的tools 那就分清楚 什麼是objective 什麼是tools 等一下會看到tools 下面這裡 又講一下 Inflation Inflation 大家知道是什麽 通脹 物價向上 但是要小心 又是 我們的LOS 就知道通脹 不單止通脹 我們知道有什麽不同的通脹 不同的通脹 不同的通脹 這裡講了 有些叫做 預期的 有些叫做 沒有預期到的 有預期沒有預期 有什麽不同呢 那個impact在哪裏呢 那你見到了 那個impact在這裏 預期的 即是已經在價格上反映了 沒有預期通脹 沒有預期通脹這麽高的 我之前借錢給你 我借錢給你的時候 那些息口 是沒有預期通脹這麽高的 所以你還給我的時候 其實購買力相對上是低了 我是虧虧了 我虧虧了 那Lender 是我 我虧虧給你 所以 我的財富是虧虧給你 那這些呢 就會是 你上課才慢慢講 知道 不同類型的 Inflation 我們怎樣 contrast它 那個impact在哪裏 再下 targeting 剛才講過很多時候 央行如果是 target 不是target 是objective objective是 物價平穩 price stability 你target些什麽才可以令到物價平穩呢 央行自己決定 最明顯的應該是target inflation 但不一定 不一定 如果一個央行說 其實我target exchange rate 如果我的exchange rate是平穩的 物價都會平穩 所以它都可以選擇 exchange rate targeting 變成這些是details 怎樣做那件事 再下 就是剛才講的tools 我們有不同的objectives 物價平穩 我怎樣做到物價平穩呢 這裏有1,2,3 3個不同的tools 我們要認識一下 policy rate 息口 然後下面 第二個 公開市場操作 銀行的 儲備 reserve ratio 1,2,3 我們要知道是什麽 如何做 interest rate 在什麽情況下 當作收縮性 contractionary 通常都是 interest rate 如果是高的 就是contractionary 不想經濟過熱 如果經濟太慢 太低的 你的interest rate 調低一點 上經濟會 高一點 怎麽為之 interest rate高還是低呢 不是說5% 10% 一定高的 不是說2% 3%一定低的 它們全部都要和 neutral interest rate 比較 就是在正常情況下 最好的時候 通脹 又不是太低 剛好經濟 就很順利地向上升的話 這個叫做neutral rate 我們現在的rate 定得高於這個neutral rate 就為之 contractionary 定得低於這個neutral rate 就為之 expansionary 這些就是relationship 除了我們剛才說的 很多不同的 describe contrast LOS 就是relationship 好像這類 政府怎麽做 影響會是怎麽樣 這裏 就說回 我們現在 做很多不同的貨幣政策 如果我們定的interest rate 是expansionary 希望將GDP 經濟推高一點 用正說不同的tools mechanism 很多時候 interest rate 跟著asset price 消費 財富效應 這幾天 interest rate 降 減息 令到資產價格上升 財富效應 和消費會增加 看到這裏已經是一個relationship 有問題 可能會問到 如果interest rate 向下 跟著可能 A B C A B C 講講三樣東西 可能會提到 asset price Wealth effect consumption 看他們說 哪一樣東西對 或者哪一樣東西不對 interest rate 如果是減息 財富效應 會向上 財富會增加 或者asset prices asset prices 債件價格向上升 for example 如果他說asset prices 向下 就錯了 這些其他都會更容易理解 就是消費會增加 你的interest rate 向下 跟著 再下一個 mechanism 就是引致 無論你是 investors 也好 或者你是一個 consumer 也好 你對將來的 同景 expectations 跟著 再加上 currency 如果你在減息 那時候 可能對那個 currency 有什麼壓力 currency depreciate 但是做完這麼多事情 一二三四十 效果慢慢 一步一步出來 overall 可能inflation 說回 overall inflation 可能會滾出來 可能會滾出來 通過 你做了第一步 跟著通過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出來 從第一步 到第四步 最後 overall 這個effect 怎麼出來呢 我們知道 那個因果關係 要知道的因果關係 這裏是一個例子 因為我們剛才說的 是expansionary 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通過買債來做 最後 你通過買債也好 減息也好 希望會回到 economy 或者回到 inflation 不是說 你一定可以做得到 央行 有時候 都很掙扎 這件事 怎樣才能做到 to be effective 知道我們有幾個條件 第一 就是你要獨立 independent 有些不同的definations 我們都要知道 什麼叫做 operational 什麼叫做 target 基本上 target 就是你的目標 operational 就是你怎樣去達到目標 央行 是否自己可以說了事呢 如果不是的話 有些什麼後果呢 其實下面的幾個 characteristics 都是有關聯的 你要independence 你要credible 還有你要transparent credible 就是你定立的目標 你就會 往這個目標去做事 你不會受其他人影響你 現在你看到美國那邊 就是 為什麼這個market 今年特別是上去大 因為不知道你下一步 聯儲局會怎樣做 聯儲局已經說完又說了 就是 我們可能是2023年才加息 說出來 就是未來這一兩年 我們要看一個通脹怎樣上去 看長期平均 但是市場信不信他 你這次說我相信你 接著那一段時間 我又開始自己害怕 所以你看到 市場對這個inflation的 expectation 其實是很大的crash mark 就是說 其實在這個爭場裏面 那個independency 和creditability 其實不是很夠的 如果夠的話 就是聯儲局我不加息 就是因為覺得 inflation不是那麼大 concern 只不過是短期性的問題而已 如果個個都相信他 市場就不會那麼錯的 問題現在可能市場就不是 那麽大 confidence 按Central Bank 所以 independency, creditability 和 transparency 就是這個 Central Bank 怎樣是Central Bank 做什麽 就有什麽 impact 這樣 好 剛才那些呢 只不過希望給大家一個 Slap shot 大概呢 CFA的要求是怎樣 我們呢 可以怎樣去編排的 材料 Deliver Classes 加上一些 online progress test 來幫助大家 可以很有效地 在有限的時間裏面 Cover these 500 多個 LOS Learning Outcome Statements 有沒有問題